几天前 我们报道了一条高速路 成为救命路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2019年3月7号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 董采芸作为发言代表 向总书记谈起家乡人民早日脱贫的心愿 特别渴望有一条高速公路 总书记的现场 给予了回应 你们各部位的同志都在 积极吸收采纳代表建议 经过交通部门论证 林大高速在当年便开工建设 2023年11月开通运行 2023年12月18号 基石山线发生6.2级地震 习近平总书记连夜做出重要指示 要全力开展搜救 这条刚刚开通运行37天的林大高速成为生命通道 救援力量得以迅速抵达灾区一线 正后不到15小时便完成全部搜救任务 林大高速见证了一方有难八方之人的救援国 在今年全国两会现场 我又见到了来自基石山线的全国人代代表 董彩云 大家都好吗 大家都很好 现在大家都着手 开始重建家园了 董彩云说 他常在思考 从致富路到救命路 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一个答案在他心中逐渐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姓冷暖的实时牵挂 必然是人民利益的切实保障 你现在还经常走这条路吗 我经常走这条路 每走一次 温暖一次 如果再次见到总书记 我一定告诉总书记 这条路如今承载了更多的申请口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